大家好,我是瓦尔及500周夜预测 今天是1月28号 这段时间呢,网络上面关于郑爽的代孕气氧事件 炒活得比较热闹 有网友提出让我预测一下 预测这件事情的今后发展会怎样 昨天1月27号占了一网 是怎么问的呢 郑爽与张恒的孩子问题今后会怎么样 怎么判决 是怎么个趋势 坎为水 初要懂 丑月 一害日战 这个卦象目前已知的情况是 两个孩子在南方的手里 这是目前已知的情况 这个卦象 坎为水 看上去 大象就不太好 还是六个字 审色是惨重的 审色 就这个卦象来看啊 还是六个字 对于郑爽来说 我是这么问的啊 郑爽与张恒的孩子问题今后会怎样 那么这里就是郑爽 对吧 这个四要求代表的郑爽 对于郑爽来说 审色是惨重的 前景 是艰难的 过程 是曲折的 六个字 对于他目前来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 那么下面来看啊 我端的第一条 女方郑爽 有着相当自私的小算盘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以强欺弱 舌分的不讲理 这些话好像看来 从新闻事件中的报道来看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在这里 不谈新闻报道的内容是怎样 我们来看卦里 既然是要代表的郑爽 那么这一个四兄兄弟之事 就是这么一个表述 所以说 这个卦象反映的情况 与舌计相当的吻合 他舌分的不讲理 缺乏道理 第二条 目前没有人 或者有十分明显的证据 来支持女方 所以他目前相当的被动 第一不讲理 以强欺弱 第二 还没有人来支持他 这就是相当的被动 充分的显示出 六个字 前景 非常堪忧 下面一条 南方以孩子为由 提出经济上的要求 在下面一条 以后的孩子抚养权 也会有南方 郑爽一方 很难得到今后的孩子的抚养权 这个也是关键 孩子得不到 但是钱还是要出的 抚养费还是要出的 这件下面一条 这件事情 可能会比较拖 时间会比较长 最快在明年 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那么 其经济上的问题 可能要拖到 三四年以后了 所以说 时间上面比较拖 那么目前孩子在哪里 据报道说 在南方手里 在美国的家中 那么在挂上看 孩子目前在哪里呢 在美国张恒家的 不远处的一位女性朋友家里 孩子的生活 没有问题 生活得很好 他所居住的环境 也好 是一个比较安静的 周围水源很丰富 而且有草坪 有森林的这么一块地方 居住没有问题 生活也没有问题 这一切大家放心 那么出了这么一件事情 郑爽 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封杀 那么他在 国内今后的事业发展前景怎么样 看一看 郑爽在国内的事业前景 十分黯淡 不会有大的改变 他是全输 民生输了 钱财也输了 今后的事业也输了 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 想的这一个问题 郑爽在这里 这里是一个玄武 玄武代表什么 内心阴暗的 见不得光的东西 又是兄弟 谈到兄弟 他要损失多少钱 倒是忘了说 据目前的报道说 郑爽借给张恒有两千万 就从这个挂上来看 也至少要损失这些 为什么 四要兄弟此时 这里是一个水 水的数字是一和六 非常的旺 数字加倍 那就是二 两千万 那么这个两千万 借给张恒的 那么可能就是打水漂了 很难拿回来的 或者至少 打很大的折扣 那么再付什么 扶养费的话 两千万是不止的 所以说 省事惨重 民生财产 都没了 非常糟糕 这盘棋 下得太坏了 关于这个挂 郑爽 与张恒的孩子问题 今后会怎么样 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